Hello大家好,我是Yona 今天Yona来到了台南的龙崎区 欣赏2022年二帝浮流的空山记 一到目的地呢,我们就先寻找有没有吃的东西 由于害怕太晚出发,来不及赶上空山记 所以我们还没吃晚餐,就先出发了 但由于是平日参观,所以并没有太多的摊贩 逛了逛,最后买了茴香煎饼吃 嗯,味道吃起来普普通通,但是还可以接受 后面呢,我们还买了鸡腿卷,黑糖奶 但因为赶着进场,所以很快就吃完没有录影了 吃饱喝足后呢,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咯 那就跟着Yona的脚步一起入园吧 一走进园区,会先经过一个下坡 因为呢,斜坡蛮陡的 所以我一进去,马上就感受到满满的头晕 不过呢,还好眼前的灯景呢,太过迷人 让我能够稍稍忘记自己的不是 原先我跟友人呢,一直以为空山记呢 就只是一片很大的空地 然后呢,里头布置着各式各样的灯盏 但到了之后,才发现呢,是需要稍稍的爬山的 第一次呢,在晚上爬山也是蛮新鲜有趣的呢 每一个灯盏呢,都会衔接着阶梯抵达另一个灶景 至上每一颗星连接另一颗星都有一段特别的旅程让你走过 而这次的空山记主旨呢,就是浮流 浮流是看不见的存在 当社会处于疫情之中事物停滞 延期的特殊状态下 等待成为一种必然 有些人开始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如干涅的恶地底下蕴藏的丰富水源 终将在某处以涌泉的方式喷出 浇灌生命 2021年是省私的一年 在这一年,Yuna经历了各种心灵上的考验 经历痛苦、难过、自我怀疑 但我从来不讨厌遇到这些困难 因为这些困难就像是老天送给我的一份份礼物 只是这些礼物里面有的让人喜欢 有的让人失望 有的送进你的心坎里 有的却送得让你不知所措 或许在当下我们不能理解上天送这些礼物的意义何在 但每每在岁月的洗礼后 当我再次回头细数着这些礼物时 才发现每一份都是给我最美好的厚礼 才造就今天的我 让我满是欣慰与感恩 而当我们积极盈盈地追求金钱、名利 甚至在意万人对自己的一切想法、标签、枷锁 我们却忘记去了解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每个人对生命的意义想法都有所不同 但Yuna认为生命的意义不应该由他人来为你定义 应该是由我们自己为自己的生命下定义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人生不是别人的 若我觉得人生的意义便是简单的快乐生活 如此就能让我感到幸福 那我又何苦因为世俗的功臣民众 不断地逼迫自己去成为别人眼中的谁呢 当我们不断向外寻找解答时 却忘记所有的答案都源于自己本身 人生并不是有了目标才有火花 而是每一个让你感动的当下 你就已经为自己点亮了生命的火花 看完了这次的灯展 大家是否也点亮了自己生命的火花呢 碎念了一大堆 真是抱歉让大家听我谈论自己的人生观 或许是最近感触太多 所以看了这么美丽的灯展 太多情绪一涌而上了 2021年你也跟自己对话了吗 那种不在意万人眼光 单单拥抱自我各种情绪 你是否也对内在的小男孩小女孩说声 没事 不管你是怎样的 我都会爱你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小小订阅大大感动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